我妈她是同养型 从小吃的苦是非常多的 十几岁整个脚都经脉曲张 然后到现在呢 也闲不下来 快六十了 还来开店 其实有的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不在家休息啊 她自己也说 她一闲起来就会生病 客人呢 把那碗米血汤吃光光 收进去的时候 她看到她也很开心 她觉得她自己 被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不然她一辈子也都在带娃 带娃我们带孙子 今年过完年 我妈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她要去上班 我说你上什么班 她从十几年前 她做服装 人家就一直叫她做吃的 因为周边的人 真的都很喜欢她做的 然后我说要不今年 我们就把这个事情给落地了 就刚好遇到了这个店 然后这个店门牌号 是我的生日 其实这家店就是 都是我爱吃的菜 如果说不是高质量牛奶 会出现什么问题 炖出来了以后它不香 它激发不出那个海力干和猪肚 还有牛奶混合在一起的那种香味 大家第一次听到这道菜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敢去尝试的 但是基本上吃一个留一个 吃一个留一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